暗恋是一场永远不会有失恋的暗恋,暗恋是一场做不完又不愿醒来的梦,暗恋是一场你自导自演早已排排好的舞台剧,或许,暗恋就是你是我的全世界,而我是你世界的千分之一,暗恋,大约是你陪他哭陪他呢,陪着他看别人一起笑,你最珍重的那个人啊,他珍重着他自己, 或许,暗恋就是,你不是那个可以让他勇敢的奔不顾身的人,暗恋,大约是你一秒都没有拥有过他,却好像失去了他千万次,喜欢的歌静静的听,喜欢的人远远的看,你爱他爱的人,喝他喜欢的酒,走他走过的路,假装惊喜的相逢,你总是沉默着内心克制,却云淡风惊的,听着别人谈论他的事情,偶尔看到熟悉, 但是你就是能分辨的不是他,你喜欢的那个人或许知道,或许故作不知,或许善计,或许你和他之间,早已形成了一种默契,你不言他不语,也许多年你之后,你人以为不会结束的暗恋,早已归于瓶颈,你做的那场无愿醒来的梦早已结束,你自导自演的舞台剧早已羡慕,在某个瞬间,你会从梦中真中醒来, 你还是会想到同一天看看他,到最后的最后,你开始分不清,你是否还是喜欢着这个人,还是仅仅喜欢着他的那段时光,暗恋是一场盛大的孤独,你无数次背上离合的独角戏都是因为他,你会觉得遇见他花光了你所有的运气,你希望每天都能看到他, 会以为任何一次交际都暗暗自喜,或许,暗恋就是你的一生都耿耿于怀,你从未获得,只是一直失去,早永远再也不会有结果了,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,每天更新精彩的文欧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